我们来看高科技再度提升购物的体验 这是电商龙头亚马逊 他在自家的超市推出了智能购物推车 只要登入APP 然后你推着推车 在这个店里面雪拼 推车上的荧幕会及时显示购物的明细 而且可以就地自助结账 有人说吗 亚马逊是推出了一台行走的自动收银机 而买完东西之后 就不用到收银台排队 也不用透过任何现场的工作人员帮忙 你就可以拎着你所消费的物品直接离开 从传统的收银结账 无人商店再到最新的高科技智慧购物车 这是电商龙头亚马逊 在加州圣马调的全时超市 推出的全新购物体验 只要登入亚马逊或全时超市的手机APP 就能使用推车 而进入店内采购 当看准要买的东西 只需多一道刷条码的程序 就能放进车中纸袋 不只包装好的商品 散装的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也能搞定 最令顾客嘶嘶唇奇的 是内建在推车上的这块荧幕 不只能及时显示购物明细 还能就地自助结账 甚至搜寻特定商品摆放的位置 最后买完东西不用再到收银台排队 直接透过指定的智慧购物车通道就能离开 账单则会通过一金和账号绑定的信用卡完成付款 另一间科技大厂谷歌 则需要在26号启用位在纽约市的全新总部 地点就在哈德逊广场附近 一座1930年代的铁路车站就职 谷歌表示这个新总部跟他们在纽约市的其他据点一样 都沿用了有历史的建筑物 将有助减少碳排 而在德州的圣安东尼奥国际机场 很快就要看到这位新员工 这台有167公分高 约190公斤重 名叫K5的机器人 是由加州一间新创打造 它的职责是在机场进行巡逻 K5的外形似诚相似 因为纽约市的时报广场地铁站 就正在用它在周边看守 不过德州的机场官员表示 并不打算让这台新上任机器人保全 和来来往往的1500名旅客互动 而是要提防闲杂人等误入特定区域 机场负责人坚决强调 配出机器人并非为了监视 但有三名市政委员会成员持反对立场 市府单位的担忧 最近在一般民众的家中上演 因为专门开发监视器等家用智慧产品的新创 I work in this space so I'm not all that surprised Weiss承认 有约13000名用户 可以看到别人家中摄影画面的缩图 当中还有1500多人 可以把缩图放大来看 居家防护专家认为 透过家用监视器远端监控固然方便 但随之而来的是隐私代价 为了不让安全科技反倒制造危害 专家也提供自保方法 首先检查厂商过去的记录表现 再来是把监视器放在客厅、走廊和门口 避开浴室或卧房 最后则建议加装隐私快门 也就是在监视器关闭时完全封锁镜头 Wyze表示 有超过99.75%的使用者账户 都没有被这起资安事件影响 并宣布已添加新一层验证保护 TVBS新闻和报道